再带你看到极端的气候不只是民众热到受不了 就连养殖渔业也会受到影响 中华民国养殖渔业发展协会 近日邀请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以及县议员 对于去年夏季水温过热 造成黄金险与台湾雕大量死亡的情形 希望透过增设宽口井 以地下水来调节养殖池的水温 避免渔产死亡 夏季即将到来 必定会连续超过两个月的高温 没有下雨 再加上台风带来的降雨 水质浑浊 无法用来养殖黄金险 渔民担心去年的高温情况再次发生 县议员林平阳在二十届的定期大会上 邀请县府农业处进行专案会刊 副议长徐雪毅 以及中华民国养殖渔业发展协会李坚士 特地来到寿丰乡渔产养殖区 进行专案的讨论 示范井它对我们 我们的民众的一个 我们渔民的一个保护 那是非常直接的 那像我们前几年 因为都没有台风的关系 我们的水源 再加上有时候那个溪口发电厂 它都在夏季的时候进行税修 那时候的水就是几乎 那河里面几乎是没有水 那对养殖业来讲 我想我们那个前辈很多前辈 都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缺水然后水温很高 那就造成了我们的养殖的一个损失 那所以这个打井的这个 这个意义 它马上可以给我们及时的保护 黄金险台湾雕养殖 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只是在养殖区附近的稻农 都分走了大部分灌溉用水 那我们就是水量的不足 那养殖业的就是要靠水量 如果你的常温如果太高的话 雨它们跟那个蛤蟆呢 就没有办法复合那种热量 那我想就是要靠打井来 加我们的水量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也请我们陈处长 今天非常的帮忙 他亲自来组织这个会议 那我想这个口景不足的地方 那刚才处长也提到了 资料那些 我们是不是都有准备了 那我们地点是不是也都找好了 那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很快的就请处长这边 能够来协助看经费多少 那我跟平洋呢 那我们再来协助跟帮忙 那我想送用箱养殖 养殖户 养殖的这个区块 那在漁业署订定规划四百公顷 是相当的一个庞大 那在每当夏日炎炎来到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那去年跟大千年 这个问题 水源的一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大家 那尤其是夏日之中 那个水没有流动之中 那个水是非常的热 我们所有的养殖业者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地区性的来设立 你现在立川这一带有一口的示范景 那我记得在丰平村的那个地方 那也有几个养殖户 那也非常的辛苦 那去年在勘灾之中 他们也是很大的一个受灾户 那我们希望在十四个点之中 能够地区性的来设立 那一定要设立在我们养殖户的周边 会议最后也决议 有关宽口井建制规划地点 以及土地无偿使用 同意书请养殖协会 能够先行确认 并备妥相关的文件 如水泉养殖登记证 作为提供设置宽口井的依据 副议长和我们平常议员都很关心说 这边怎么协助大家 那不管是我们宽口井的建制 还有包括如果发生农损的时候 它的必要条件怎么成立 那那些程序上 大家现在如果没有那些文件的 那请赶快跟我们说 我们会请我们云木科来协助 那宽口井这部分 也很感谢养殖 给我们第一阶段的那个回馈 那我们可以在后续在建制的时候 来做一些改善 而设置新的宽口井 造价经费相当高 并请养殖能够协助争取 一月署的经费 进行宽口井的建制与预算 记者凌桀 收封箱 采访不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